文不记和尚现在娱乐圈里的明星似乎更看重流量,而不是你有什么好的作品,网红唱一首歌赚的钱甚至比一些人拍了一部剧拿到的钱还多,流量小鲜肉的作品无论演技多了还是会有人买账,再看看那些老旗鼓们,又有几个人受到过这种待遇呢? 今天小编要说的是一位娱乐圈里的老前辈,他是圈子里出了名的境界,即使是没有台词的角色也能被他演得入目三分,他就是李雪剑老师,李雪剑老师出生于山东合泽,因为是在冬季一个雪花飞舞的日子里降生的,所以父母给孩子取名为李雪剑,因为父亲工作上的调动,李雪剑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山东, 和家人一起到了福建,但是他对于山东的感情仍然很深,李雪剑曾回忆过自己的童年生活,小时候的李雪剑很调皮,带着孩子独有的天真和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。 小时候的时候李雪剑经常和家人一起种芝麻,在田地里放羊,还会把纱布的四个脚绑在棍子上,充当牢鱼的网。 作为一个山东人,山东的美食同样,也是李雪剑不能忘怀的回忆,李雪剑最爱的是家常的一碗羊杂汤,碗底放着足量羊杂,班上飘着一层油花,再撒上一层七碎的葱末,那就是李雪剑童年里最喜欢的食物了。 没到过年的时候母亲做的那一桌好吃的饭食,就是对李雪剑最大的考验,因为实在是太香了,李雪剑和小伙伴们脸部,要偷偷地吃上几块,放在嘴里时心中,有没被母亲发现的窃喜,有过年时候的欢乐,要和小伙伴一起玩耍的童真。 李雪剑说那是他最难忘的时刻,李雪剑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怎么好,因为两个人之间的代沟很大,而当时的李雪剑又是一个火爆脾气,早早地接触社会,有一些思想或者说是表达方式,有些让人难以接受,所以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令李雪剑非常伤脑筋的事。 父亲的性格也非常的倔强,两个人都有着不服输的性格,所以父子两见面的场景,经常是一争吵结尾,父亲在教育李雪剑,那时候也没少给他耳光,很少能看见父子子孝的场面,最终因为父亲为了救孩子愿意和儿子换身,李雪剑才明白,哪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呢? 李雪剑曾经是解放军文艺宣传队的队员,因为表现出色,后来成功的考验了空战化剧团,成为了一名注册的演员。 李雪剑从出道至今已经有了这38个年头,塑造了无数的经典形象,网友曾经评出过中国影视界的五位风云人物,其中李雪剑为了去榜首,而对于这样的排名,大家也都是心服口服。 试问有几个人没有看过李雪剑老师的作品吗? 从出道至今李雪剑老师已经拿下了33个地级的称号,无论是师弟还是影帝,在李雪剑老师的身上,这些名利早已经不重要了。 在之前的精英节上,狐哥因为狼牙榜,拿下了师弟的称号,他当时别走到了李雪剑老师的身边深深的居了一宫。 因为受之有愧,李雪剑老师还被狐哥称呼为最贵的演员,同时致敬他的海姚村里,刘涛等著名演员。 他们并不是因为技不如人,他们只是在向一位老艺术家表示放肆内心的尊敬,李雪剑老师也是娱乐圈里的广告绝缘体。 从初到至今李雪剑老师也只是代言过一个门头片的广告,因为广告词和他之后在电视剧搭错车,中式演的角色冲突,而被一些记者当成薄柄。 所以从此之后的李雪剑老师便直接拒绝代言所有广告,代言不仅仅是拿着厂家的钱来消费观众,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 和现在一些没有底线的明星相比,李雪剑老师对自己的要求,可以说是非常严格吗? 李雪剑老师到底有多么的敬业呢? 在十几年前李雪剑老师就被查出来换上了鼻炎啊,但是等到病情稳定,后他决定马上付出继续拍片。 嗓子经常的发言,李雪剑老师就随身携带着消炎啊,嗓子疼得连喝水都成了难以完成的事,而李雪剑老师仍然没有一位私事请过一天的假。 这种敬业精神正是现在人所缺乏的,身为一位著名的老艺术家,李雪剑老师拍一部作品,的片酬也仅仅只有几十万。 曾经李雪剑老师还因为拿了六十万元的片酬为小鲜肉质疑演技,如果李雪剑老师赢着点钱都麻不得的话,娱乐圈里拿着动不动就几百万,甚至上千万的明星,就有什么颜面呢? 现在的李雪剑老师身体远没有支钱影啊,但是他仍然坚持,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带给大家,身为演艺圈真正的前輩,却比当红小鲜肉的架子还要一滴,拿着为不足道的片酬,却带给大家真正的艺术和享受。 这样的一位艺术家难道,不应该得到大家的尊敬吗?